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提过新一年会做一些经典电视剧的盘点 你看我连栏目名都改了 之后最top 戏毒经典 剧top这三个栏目会穿插更新 我要当一个光荣而全面的影视up主 头一炮我就来聊一聊2009年出品的经典谍战国剧《潜伏》 这部剧豆瓣评分9.4当年播出时达到了国民级热度 在我心中是妥妥的谍战剧《门面No.1》 我大约会用5到6期节目做详细的梳理解析 除了剧情还会时不时敲黑板穿插历史背景知识 让你更全面的认识那个悲情与豪情并存的跌宕大时代 谍战是战争题材的分支 有别于兵戎相间的正面战场 它往往发生在暗流涌动的地下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充满反转与悬疑 不论大小一幕 谍战战戏数十年来经久不衰 谍战简单来说就是特务间的斗法 特务从字面上理解是执行特殊任务的人 起初并不带褒贬色彩 他们往往深入敌后 游走于敌我之间 进行监视 暗杀 刺探情报等工作 战国时刺杀秦王的荆轲 大概算是早期特务的代表 汉朝建立的昭域已具备了特务机关的属性 到了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 已发展成职能完备权力巨大的特务系统 世界各主要大国都有自己的特务情报系统 比如美国CIA 苏联克格勃 英国军情六处等 现在中国影视舞台上的谍战戏 绝大多数都聚焦于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 国民党中统与军统 这俩彼此勾心斗角的机构 关于中统与军统的源流极为复杂 我会在剧情需要的时候做出阐释 潜伏便聚焦于这段风云迭起的乱世 他本是作家龙一的短篇小说 讲述解放战争时期 中共地下党员于则成和翠平假扮夫妻 在军统执行潜伏任务的故事 原著很短 经过改编让故事本身得到风盈 编剧的历史分数超高 对大量人物掌控信首年来 挥洒自如且金剧迭出 让其成为余味悠长的年代巨制 同时剧中还暗含着各种道红深厚的职场潜规则 当职场剧来看也完全没问题 潜伏的故事开始于1945年3月 彼时日本人已蹦跋不了几天了 等打扫完了战场 中国会来到国运的十字路口 信资还是信赦 国共两党间的拉锯开始了 重庆的一间阁楼里 军统公务员于则成正在监听对面的亲共知识分子 临近下班同时来换岗 却等来一具尸体 同时背后中枪 此前说出六字一言 李海峰要叛逃 于则成不知道李海峰是何方神圣 便报告给军统一号人物戴笠 这里简单说一下军统 军统1938年正式成立 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听着去像个文官衙门 实际上却全是勋天 他属于军队体系 任务是收集情报 监视整肃军队 暗杀汉奸等 与之相对应的中统属于党务体系 本来责权明确 井水不犯河水 但抗战期间 军统的地位急速上升 把中统挤兑得过呛 军统应该说是有两把刷子的 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 就是军统特工江义英首先破译 只是美国人没重视 被炸了个稀烂后 才意识到军统的情报实力 军统局长戴笠被称作中国间谍王 蒋介石的佩剑 给我党下过不少绊子 除了公开场合 军统上下都叫他戴老板 因为军统成立的前两年 戴笠虽实际上大权独揽 蒋介石却只给他副局长的职务 戴老板是约定俗成的称呼 1940年戴笠KPI绩效优秀 顺理成章扶正 但老部下还是称呼戴老板 以示尊敬与亲密 剧中除了军统 中统 还提到CC系 小蒋系等政治派系 我稍后会不时的提到 蒋介石最擅长玩全树玉下的那一套 看着各山头互相斗可开心了 玩着玩着就玩去了台湾 戴笠明白李海峰叛逃的严重性 他是军统电讯出的高级干部 掌管密电 但戴笠想不通 李海峰为何要现在叛变 1945年叛国投日 其愚蠢的程度比得上1911年晋身入工 剧中也没讲得很清楚 可能是因为党争或私人恩怨 有得成此时还是打工人心态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这些大事留给领导们去发愁吧 下班后换上便装 以对外宣称的工程师身份 去与未婚妻佐兰约会 在余德成的眼里 佐兰是白月光 是避风港 这里没有阳谋阴谋 而语我诈 此时他仲憧着 赶跑了日本人后幸福的小日子 天真的以为国共可以和平相处 即使心中有疑问 他也愿意骗自己相信 不求手上有劲 但就心里有人 很快又有了新任务 军统已摸清了共党的秘密据点 余德成只要监听到孟先生到了的信息 就打开窗帘发热号 楼下的行动组马上抓人 任务顺利就在即将收网的时候 余德成却听到了一个再熟悉不过的名字 余德成此时 面临两个选择 马上拉开窗帘发信号 佐兰铁定被捕 不发自己的前途就悬了 他的大脑在高速运转 几秒钟后又进来一个神秘电话 让孟先生赶紧撤 佐兰等人匆忙离开 余德成趁此奸细 抹去了窃听中有关佐兰的内容 动作那叫一个麻利 不愧是军统老特务 估摸着所有人撤离后 余德成打开窗户 通知行动组抓人 结果自然是人去楼空 毛都没抓到 余德成的顶头上司 吕宗芳 瞥见了他偷偷拿走 佐兰落下的围巾 心中就有数了 多日精心布局 却扑了个空 军统高层毛人凤 抓狂发飙 下令彻查泄密者 吕宗芳并没有提起 余德成偷拿佐兰围巾的事 对这个下属 吕宗芳很有感情 就私下敲打 提醒余德成 不要自作聪明 又一次和佐兰约会后 余德成回到房间 不承想 吕宗芳已等候多时 让他马上出发 去南京执行秘密任务 谁也不能泄露 甚至连余德成 偷偷留给佐兰的信 也果断截留 此处有一个精彩的细节 余德成夹信的书 是作家柔石的小说二月 内容讲述一对 情投意合的知识青年 本想不问世事 平静度日 却逐渐意识到 时代洪流下的小情小爱 都是空谈 后来依然投身革命 编剧用这本书当道具 也是为了映射 余德成和佐兰 革命尚未成功 他们的爱情 绝不会是柴米油盐般的 岁月静好 火车上 吕东方透露了 此次去南京的使命 正是刺杀叛徒李海峰 之所以选中余德成 一是他从37年训练班开始 就入职军统 资格够 而且与李海峰不认识 二是吕东方想让余德成 暂时远离重庆火山口 如果被调查 他暗中帮助共产党的事 很可能会露馅 余德成伪装成 汪精卫的秘密间谍 中佛海与蒂沫村会帮着圆晃 日本人快要倒台 这俩汉奸急着立功 以求战后宽大处理 余德成带号谢 他的任务是摸清 李海峰的作息规律 并不需要亲自动手 任务体顺利 李海峰虽然警觉 但余德成更会装 逐渐取得其信任 于是联络上司吕东方 做最后的刺杀部署 但此时却出了岔子 刚到了约定地点 突然枪响了 余德成眼睁睁地看着 吕东方被杀手干掉 杀手离开时 跟余德成擦肩而过 请记住这张脸 会是后面的一个重要角色 余德成来不及悲伤 急忙回到电讯处 琢磨下一步对策 这时杀手也被汪伟政权擒货 押给李海峰审讯 原来杀手是军统派的 就是来除掉吕东方 金查明屡是共党的卧底 在一旁做笔录的 余德成吓得一身冷汗 如果不是吕东方 为掩护自己提前向杀手开枪 他恐怕也要陪葬 吕东方是共产党 那前面他的一系列行为 就说得通了 上次遇命 余德成成了一枚死棋 知道他身份的 大概只有戴笠 余德成一咬牙 心想我偷偷溜回重庆 拉上佐兰一起私奔得了 临行前来到 吕东方住过的旅店 打算取走一些东西 当看到学生时代 和老吕的照片时 他一咬牙 决定独自出奸 为吕东方的知遇之恩 也为真正的抗日事业 多日潜伏 余德成早已对 李海峰的行踪了如指掌 第二天在他上班的路上 设下埋伏 先是击杀两名随从 把叛徒从车里逼出 李海峰没想到 余德成竟然是单枪匹马 马德早知道不出来了 就你一个人 你就是县 重庆的 还是延安的 抗日 迟早的 李海峰最后说迟早的 说明他很清楚 当汉奸没有好下场 前面导演放了几个家庭的镜头 大概是暗示 李海峰为了家人的安全 不得已投靠了汪伪政权 余德成又补了两枪 确保李海峰死透后 快速离开 现在对党国 对老友 余德成都算有交代 可以走了 但收拾好行李 刚想溜 军统的人却找上门来 将其带到秘密据点 在汪伪政权的地界 军统也算是地下党 余德成见到了南京站站长 与戴笠特使 对他刺杀李海峰的壮举 尽礼致意 说戴老板和蒋委员长非常高兴 决定晋升余德成为少校 这一通点赞组合拳 让余德成有点懵 但表扬是有代价的 特使说你现在要继续潜伏 查清日军前不久扣押了一批战备物资 军力难违 余德成只好继续上班 还有个心事 吕东方曾给余德成一块表 说如果出事 你就拿着他去陕西会馆找贴老板 余德成知道那是共党的据点 但为了老上司还是去了 想着不多逼逼 放下东西我就走 一开门 却碰到了那个他最想见的人 佐兰是中共党员 跟老吕同志相称 余德成以观察余德成两年 觉得小伙子是个人才 想秘密策反他 佐兰也是因此而接近余德成 没想到日久生情假戏真做 余德成之前只是认为 佐兰思想上有点左 没想到介入这么深 此时他在政治上还很天真 觉得赶跑了日本人 国共开个会 就能天下太平在一口锅里吃饭 而佐兰认为必有一战 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获不了悉尼 双方谁也无法说服谁 余德成现在把家国大事都抛诸脑后 只想知道这段感情是不是假的 我没什么信仰 如果说有的话 我现在信仰良心 赶走日本人以后 我信仰生活 信仰你 就这样 可是 你养的生活根本不存在 不是不存在 你到底是真的爱我 还是公道的美人机 如果你觉得 我们以前的感情都是真的话 就不要说这样的话 两个人没闹出个所以然 只能暂时各走各路 佐兰去了延安 余德成继续潜伏任务 而这个所谓的任务 严重动摇了余德成对国民党的信心 那批日本扣下的所谓战备物资 其实是戴笠与蝴蝶的私人财产 为了赎回 不惜为日军提供一万八千弹两响 以及新四军的情报 当时正值抗战惨烈期 此举可以说非常无耻 这让余德成瞬间信仰幻灭 搞不清楚自己是为谁而战 另一边正保总署的万里浪 正在调查李海峰遇刺案 新来的劳丸池有重大嫌疑 余德成根据约定 让高官丁莫村打掩护 丁莫村就是李安色界中 易先生的原型 劳丸池后台硬 谁知道哪个庙门里有菩萨 万里浪就算怀疑也不敢明抓 所幸让他消失死无对证 余德成在去陕西会馆的路上 伸中竖枪 本来是死定了 关键时刻正好被天老板撞减 将其救下 直接送到ICU抢救 好歹保住一条命 经此大难 余德成心灰意冷 爱情事业全都一场空 天老板把他安置在乡下 静静的养伤 这段时间日本虽然还没有宣布投降 国共双方却已在局部地区擦枪走火 内战看来无法避免 余德成答应放下一切去延安 那里有他最爱的佐兰 但共产党希望他商与后 能回到重庆继续潜伏 情报的重要性 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拼杀 余德成的潜伏代号是鹅没风 但此时他还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归顺更多的是为红颜 而不是主义信仰 相当于吕布为了貂蝉反了董卓 残酷斗中岁月 有太多阴凤阳违的事 余德成还需要一段试用考察期 在中共的安排下 余德成回到南京 军统以为他已训国 一看还喘着气喜出往外 此时余德成身体远没有复原 这反而成了抵挡审查的挡箭牌 军同火速将其送回重庆授勋 刺杀叛徒李海峰是绝对的大功 戴笠亲自出席嘉奖仪式 国党逮到一个典型太不容易 开足马力宣传 对受伤期间的事也就没有深究 没过多久 翘首已判的日子来了 1945年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重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余德成独自听着广播喝着酒 脸上却读不出太多胜利的喜悦 他知道战斗才刚刚开始 胜利之日也是军统洗牌之时 戴笠召见余德成 说天津战刚刚重建 战长吴敬忠点将 希望余德成去天津辅佐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军统的编制 除总部外 军统在各省市设立外勤战 按区域面积或重要程度 分成甲乙丙三个等级 天津战属于比较大的甲种战 吴敬忠是余德成当年 亲谱电讯培训班的老师 吴也视余为自己人 这是个好差事 天津刚光复 利益格局还没有固化 官职接药室主任 操作余地很大 余德成欣然同意 去新单位报道前 余德成争取了一次 回河北老家探亲的机会 说是探亲 实际是中共操作 安排余德成前往冀中根据地 学习一下我党的企业文化 对他即将效忠的组织 有个直观认识 中共情报部门一哥李克农同志 亲自接见了余德成 我党曾有三位传奇特工 李克农 钱壮飞 与胡邸 事成龙潭三节 意味深入龙潭虎穴 多次救党组织于水火 要知道一条重要的情报 有时能起到逆转战局的重大作用 有了吕宗芳的背书 李克农对余德成十分器重 天津是北方重镇 情报极量足够 短短几天 余德成学习了组织原则 情报收发流程等知识 根据地的气象也让他耳目一新 虽然穷困偏僻 却能感受到人们的勃勃生机 探亲结束 余德成火速前往天津报道 吴静忠见到昔日门声 乐得合不拢嘴 骚话一句接一句 天津站的职能分工明确 站长直接管辖三个部门 机要室 情报处和行动队 余德成担任机要室主任 另两个部门负责人也是大有来头 一是情报处的李达 我不 陆乔山处长 当时武刚并不算很有名 正是潜伏让他大火了一把 另一位是行动队队长马奎 余德成一见他直接傻了 此人正是在南京杀害吕宗芳的直接凶手 话诚辉余德成也认识 他说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 那天的场景在脑中历历在目 居马炮到位 吴站长顺道开了个例会 小日本滚蛋了 接下来的工作重心必然转移到共产党身上 虽然剑拔弩张 但当时正值重庆谈判 两党面子上还没有撕破脸 随后站长又提出个私生活上的事 为了前列献健康 吴站长命令大家把自家的老婆接过来 站里给安排房子 趁着胜利想想轻浮 马奎和陆乔山都没意见 余德成犯了难 之前应聘电讯班时 因军统倾向于招募有家眷的同学 吕东方就让他编瞎话 说家乡有个老婆 这下可好 谎都没法圆 站长特别坚持 余德成只好先硬撑下来 马奎带着余德成去新的居所 期间不停地打听 他与戴笠和吕东方的关系 此处颇有玄机 几个月前 马奎刺杀吕东方后 被汪伟特工逮住大行伺候 并没有注意到后面做笔录的余德成 为什么被敌特逮住 却能全身而退呢 八成马奎是交代了军统的一些秘密 换回了性命 此事犯了大机会 所以才会探听余德成知道多少 以判断能否对自己造成伤害 余德成是何等的戏精 找了个借口打太极 这件事提醒了余德成 新办公环境看似花好月圆 实际潜藏着无数的坑 自己要留心说的每一句话 哪怕一个眼神不对劲 都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吴战长给余德成委派的第一个任务 是接近富甲一方的商人穆连成 天津沦陷时 他与日本人过从甚密 扣一顶汉奸的帽子完全没毛病 穆连成知道政府要拿他开刀 于是拼了命的想拿钱赎罪 是不是汉奸全凭吴战长一句话的事 所以对余德成全方位无死角的舔 并许诺有求必应 战长没什么爱好 就是喜欢点古玩字画 余德成说白了 就是吴战长的脸才敲诈白手套 第一次见面聊得还不错 穆连成打算捐出一家医院 外加一栋大楼来充当公用 此时随着李屋的一阵悠扬的钢琴声 穆连成的执虐晚秋登场了 他对余德成方心暗许一见钟情 小姐的亲生很忧伤 不合眼下示意 余先生听出了忧伤 真令晚秋欣慰 小姐高抬我了 我不太懂 没高抬 您虽不懂情色技巧 但是 懂思想 知心境 吴战长催促余德成 赶紧把那个子虚无有的余太太接来 没办法只好求助于组织 联络人是玄技药店的邱掌柜 余德成说了自己的困境 说再不接媳妇来恐怕要露馅 组织对此事也是猝不及防 邱掌柜说先汇报 等上头的批示 马奎与陆桥山的太太陆续到了 站长设宴接风 太太们道不见外 席间直奔主题 坐在太太堆里的余德成 压力山大 心里苦 经不住站长天天催 余德成上门去找邱掌柜 邱掌柜蹭一下就火了 非特殊情况 擅自联系组织是大忌讳 暴露了交通站 会造成严重后果 火气消一消 考虑到余德成确实有难处 邱掌柜就先把结婚证拿了出来 上面照片 公章 一应俱全 足以以假乱真 上集安排一位叫翠萍的女同志 友情客串余太太 正加紧培训 过几天就到 余德成心中多么希望组织 能安排佐兰过来 但不太现实 等风头一过再把女同志送回去 没成想余德成这边搞定 吴站长却打起了别的算盘 最近一段时间 站长频繁让余德成去穆连成家敲竹杠 鼓玩瓷器真刮了不少 穆连成有苦说不出 于是心生一计 要趁着侄女晚秋恋爱脑上头 把她嫁给余德成 他这个汉奸摇身一变成了军统家属 等于有了护身符 穆连成许诺站长 只要促成晚秋与余德成的婚事 愿意广州的一间大酒厂作为酬劳 吴站长有些懊悔 让余德成把太太接来 私下问这事能不能缓缓 实在不行 可以让晚秋当个二房 哎 万恶的旧社会 女同胞就是没地位 可恨 余德成肯定不能答应 讨个小老婆 于公于私都太过分 于是许诺站长 就算不娶晚秋 也能把好处刮过来 站长这才暂时打消了当没人的念头 如此一来 接老婆的事不能再等 谁知等来的却是坏消息 邱掌柜亲自上门 说原先安排的女同志因故来不了了 组织上新委派了他的妹妹来顶替 两人长得几乎一模一样 结婚照都不用改的那种 换人的具体原因 导演按下不表 为后面的危机 埋了一个巧妙的铺垫 林上教换新娘 余德成很无语 但只要能救火 也过不了那么多了 先把眼前的这关汤过去 另一边 晚秋对余德成采取温柔且持续的攻势 小只以眼神 动之以强吻 硬是没拿下坐怀不乱的余德成 晚秋不像一个真实人物 每天没完没了的忧伤 在潜伏中 她的象征意义更大一些 是那个年代小资思想的缩影 喜迎于太太的日子终于到了 家里把翠平送到了天津郊外 让余德成开车去接 恰好收到来信时 马奎也在 马队长很热情 不要跟着去见见弟妹 摆明了是去监视 路上马奎又问起关于吕宗芳的事 都让于巧妙的怼了回去 他之前曾秘密派人在重庆调查余德成 吕宗芳的事没太问出来 反而知晓了他与佐兰的关系 余德成明白 马奎是一颗危险的定时炸弹 到了约定地点 余德成看到一辆马车上 躺着个女人 他也是头回见于太太 怯声声的上去叫醒 随着一声怒吼 我们的女主角终于登场了 翠平 你睡糊涂了你 快下车 下车 站在旁边的马奎一脸懵逼 他脑中应该设想过于太太的形貌 盼望着从蛛丝马迹里看出破绽 但万没想到 弟妹的火力如此之猛 原主中是这样描写余德成初见翠平的 余德成在他的手掌中 摸到了一大片粗硬的老茧 发现他的头发虽然仔细洗过 而且抹了爆花水 但并不洁净 脸上皮肤很黑 是那种被太阳反复烧灼以后的痕迹 新衣服也不合身 窝窝囊囊的不像是两体裁衣 除此之外 他身上还有一股味道 火烧火燎的焦臭 但绝不是烧柴做饭的味道 汽车开出去20里之后 他才弄明白 这是烟带油渍的味道 剧中基本全是弱了原主理的感觉 这个翠平明显是赶压的上架的替代者 浑身草点 完全没有一丁点高官太太的样子 站里给翠平举行了接风仪式 翠平从乡下来 没见过天津的花花世界 人家喝咖啡 他要吃烙饼 一晚上闹了不少笑话 然而复复得正 全是破绽 等于没有破绽 傻大姐的人设只要种下 反而是一层保护膜 面对陆桥山与马葵 居心叵测的提问 倒也没出大的披露 翠平回了家 接茶跟于德成吵 嚷嚷着自己堂堂游击队长 上阵杀敌 枪法百步穿扬 反动派还没有打跑 我却在这装阔太太 真是岂有此理 更让于德成崩溃的 是翠平居然随身带了一颗美式手雷 说时刻准备跟敌人同归于尽 这枚手雷原助理就有 以后会作为重要的道具反复出现 于德成非常严肃的对翠平进行科普 在太阳山打鬼子 目的方法都很明确 但潜伏是截然不同的工作 到处是嘴巴和眼睛 比如楼下刚办来的会计周亚夫 就是马葵安排的眼线 随时记录二人的行踪 他们虽然是假夫妻 但只要分房税 马葵很快就会知道 小别盛新婚 做戏做全套 那边那会计是个光棍 瘦得了 天天摇让人觉得你本事大 看来你很懂啊 没见过配人 还没见过配牲口 虽然太太到了 晚秋那儿 于德成还是得去 这妹子倒也并不傻 知道于德成找舅舅 是为了给站长敛财 但他不在乎 你来这儿 是为了陪我 还是为了执行任务 你要是这么想 我再也不来了 你就是火坑 我也跳 另一边除了马葵 吴站长也在调查于德成 重庆期间 于德成与左兰的恋爱关系 是公开的 但左兰后来去了延安 站长不敢掉以轻心 下令彻查 然而光靠军统 查不出核心情报 吴站长决定 启用一个神秘人物 代号名叫佛刊 许多年了 军统往延安 派了一山一山的特务 全被我党识破 唯有吴站长手里的佛刊信存 戴笠指示佛刊价值连城 暂时休眠 不到关键时刻不得启用 但吴站长决定冒一次险 毕竟于德成知道自己太多脏事 这种左右手必须绝对忠诚 否则后患无穷 记录 绝命 码头指示佛刊 素查一个叫左兰的女人的身份 25岁 5月 由重庆去延安 有教师经历 懂外语 查其在延安的供职 是否与外界 特别是天经有联系 安身为主 不必强行 诸顺利 是 佛刊能够在延安扎根 说明其业务能力极强 余德成此时还不知道佛刊的存在 俄眉风与佛刊 这场无间道到底谁更齐高一招呢 佛刊是谁 他究竟给吴站长提供了哪些情报 翠萍是否可以适应这里的环境 预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刷具废神 干视频不易 各位如果觉得做的还行 就点赞收藏转发来一波 点赞不破百万 工作室就地解散 现在是调粉时间 关注电影队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多了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院线新片 海报壁纸 电影冷知识与经典家片推荐 还时不时荒腔走板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读舌 安静的看看电影 品品生活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